各位同学好 在之前的小单元已经为同学介绍了系统设计的方法 那么在这个小单元里头我们要利用一个自动贩卖机的例子 让同学了解怎么样去活用之前介绍过的系统设计方法 那么我们就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课程 那么在一开始呢我们要先对整个系统的规格定义 今天想要设计的是一个简易的自动贩卖机 为了简化这个电路呢我们只卖单一的饮料就是15块钱 那首先呢我们要定义的就是输入讯号的部分 透过一个coin这样子一个位元的信号线来表示是否有钱投入 1代表有钱投入 0就是没有钱投入 再来我们会透过一个select的信号线 三个位元那把它缩写叫做sell 来定义现在投进去的硬币到底是哪一种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001代表的就是1块钱 010代表是5块钱 100代表是10块钱 那如果有其他种情况呢 我们一律都把它视为0块钱 接着我们来定义输出信号 我们定义了一个叫dsp的这个输出信号 一个位元 好来表示说 今天是否钱已经足够了 所以呢就可以把饮料给投出来 它是一个控制信号的概念 所以1的时候就代表把这个饮料给投出 0的话呢就不投出饮料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又定义 定义一个total这样子的一个输出信号 那是用5个位元去表示它 那这个total缩写变成tot 它可以用来表示 目前投入的总额到底是多少 那另外呢 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余额的显示的一个结果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呢 必须是透过暂存器来做储存 所以我们在这边特别把它定义是 暂存器这样子的一个单元来负责 好那我们再进行到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要将我们想设计的系统 把它的资料控制流程图给画出来 那么一开始我们就用start这样子的一个开始方块 来往下进行 由于呢我们刚才有定义了一个total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所以呢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呢 当然是要先把它里头的东西都先清除掉 否则呢前一位客人的钱 好就会一直往下累积啊 所以呢一开始 如果要重新来贩卖饮料的话 就必须要先做一个 好 总量的一个清除 接下来就进行到一个待机的状态 好所以我们把它叫做weight coin 好要等待钱币有没有投进 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会进行到一个分歧点了 如果今天硬币有投入的话 如果硬币没有投入的话 我们就会先回到上面的这个weight的状态 那如果有投入的话呢 我们就会往下一个行为来进行 那一旦有硬币投入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投入的钱 跟之前的结果去做累加 好所以会变成下面这个表示式 一样透过Vlog的语句来进行描述 好那这个这里的number 好缩写成num 就是代表我们投入的金额 那我们刚才已经看到 它可以透过select这个信号线 来决定到底是 好 一块钱五块钱还是十块钱 好那再继续往下走 又会来到一个分歧点了 也就是说一旦我投入了金额进去 我就要进行一个比对 也就是看看到底现在我投入的钱 是否可以买饮料了 所以我们要加入的就是 好比较一个 好跟饮料的价格来做比较 假设不够钱的话 当然就会继续在等待硬币的投入 好那如果 好已经够钱的话呢 我们就会再往下一个状态来进行 好所以下一个行为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做找钱的动作 好所以呢 就要把total去剪掉饮料的钱 好然后再把它储存回去 那所产生出来的结果 就会是余额的部分 另外呢代表已经 好钱够了 所以我的输出disp的这个控制信号 就可以变成1 可以将饮料投出咯 最后就会回到初始的这个start 又可以再进行下一次的贩售了 好了所以已经绘制出 我们刚才好的这个资料控制流程图之后 下一个阶段 就是要从资料控制流程图 找到相对应的资料运算单元了 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 从这些行为方块里头去寻找 是否会对应到相对应的资料运算单元 首先看到的是total 好先做一个清除0的动作 那在资料运算单元 从他所对应到的就是一个暂存器了 好所以我们先将暂存器这个total 好把它画出来 此外呢再把一些控制信号也加入 从这里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非同步的重置信号 reset 再来是同步的清除信号 clear 还有一个智能信号叫做load 所以缩写叫lod 代表 唯一的时候可以将资料 输入资料写入到暂存器里面 那当然最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clock了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进行到的就是total 等于total加number这个行为区块 好因为之前的区块是没有任何运算资料的 好那现在进行到这个行为 我们要对应出什么样的运算单元呢 好首先呢我们先将total的结果要送回来 然后另外一端呢就是要处理number的部分 好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透过select这个输入 信号线来决定 好透过一个多工器的方式 来选择到底送入的硬币是 好几块钱 接下来呢我们又会透过一个加法电路 好将它的结果算出来之后 又回送到这个total的输入端 好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total如果此时的控制信号load 好ld是为1的话 就可以将资料做写入好所以它就会算出total加上number的结果 又储存在这个暂存器里 好那继续再来看到就是这个控制流程的这个区块 这个控制区块因为使用到了一个大于等于的比较器啊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资料运算单元里头 好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呢有一个大于等于的比较器电路 那我们假设它的输出叫gt好了 好那到时候这个gt就会回送到控制单元来当做判断 好控制变化的一个status signal了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好下一个行为区块要进行的就是找0的动作 那在这里呢我们一样会使用到total这样子的一个输出结果 然后放入一个减法器 那这个减法器最后的结果又要再存回total这个暂存器里面 那此时可以怎么样做呢 好我们可以把刚才的这个add完的结果跟sub出来的结果 透过一个多功器好来做选择 让它决定到底此时是做加还是做减 然后适当的时间把它存回我的暂存器里面 那既然有多功器就会有控制信号 把它叫做op来表示它到底是做加还是减的一个控制 那可能有同学想说 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加法器跟减法器 其实是可以把它合并变成一个加减法器吗 那么是不是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带进来呢 没有错 那同学可以自己想想看 可以怎么样去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电路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就是disp这个输出信号 因为这个是一个属于控制信号 所以呢在资料运算单元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呈现它 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在控制单元的地方 再去表示出这个输出的结果 好那完成了资料运算单元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找到它的控制单元了 那一样可以透过一开始的资料控制流程图来进行 首先我们可以将这个start跟这个total清除为0的这两个区块呢 把它合并成一个初始状态 好我们就把它叫做start这个状态好了 好因为这两个方块呢 其实实际上合并在一起并不会影响电路的结果 好那我们顺便把这个状态所要做的事情 好去做一个描述 好那接下来进行到这个weight coin的一个部分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行为区块跟下面这个控制区块呢 其实又可以合并在一起 好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叫做weight的状态 那它会进行一个等待的动作 那假设coin没有变成1的话 好它就会持续的等待 好直到 好有coin投入的情形才会往下进行 好那在这个状态里面呢 没有执行任何的动作 所以我们就不用去标记它了 接下来看到的下面一个行为区块 同样的给它一个状态 那把它叫做add 好因为它毕竟就是在做加的动作 好那同样的我们可以把它的行为 好把它标注在旁边提醒我们 再来看到的就是这个 好控制流程的分歧的部分 我们一样先设定给它一个状态 好把它叫做compare 缩写叫CMP 那这个状态所要完成的动作 其实就是好让gt等于total是否大于 等于15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刚才的资料运算单元 其实有进行了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 好不用去 好再额外在控制单元去处理 但是这里的gt信号因为会回送到 控制单元 所以我们会把它的一个控制状况呢 做一个描述 所以也就是假设gt是没有 好就是为0的情况下 也就是钱不够的情况下 当然就会回到weight 继续等待coin的投入 如果没有 如果说已经足够的话呢 当然就可以继续往下走 好所以就可以把它画成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了 最后看到的就是这个 好找0的这个状态 我们就把它称为是一个sub的一个状态 在这个sub状态里头 所要处理的动作 好也顺便把它呈现出来 就是做一个找0的动作 另外呢 在此时也要把这个disp这个输出信号呢 设定成1 代表要投出饮料 最后就可以再回到star的这个初始状态 然后呢 将它里面的结果清除为0之后 就可以再继续等待下一个人来进行 饮料的购买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完成控制单元的状态机了 在这里呢 我们再特别的 好 跟同学讲一下 也许有同学说 这个ad跟这个compare的控制 好 这个状态呢 是否可以合并在一起呢 好 这里稍微讲一下 在ad这个状态 其实我们要产生出的是 total 累加完的新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必须要等到 好 这个状态转移出去的 这个时间点的clock证源来临的时候 才会更新到total暂存器里头 所以以这样子的概念来说 就必须要由下一个状态compare 才有办法去比较出正确的结果 去判断是否要进行sub 还是回到wait 所以以这样子的概念来说 这两个 是没有办法合并成一个状态的 不过也许有同学想说 那既然如此 我可不可以 在它还没有存进去之前 就来做比较 也就是说 因为total必须要等到 ad的转移到 compare这个时间点 才会产生 那我是否可以将 现在total加上number这个值 直接就跟 把它取代成下面这里 直接跟15块钱来做比较呢 如果是这样子来说 确实是可以的哦 那就只是说呢 在我们刚才设计的这个 资料运算单元 就必须要做一些改变了 那可以让同学自己想看 可以怎么样来进行改变 那最后你不要忘记了 天外飞来一笔的reset信号 要标记一下 它的初始状态在什么位置 再来看到的就是 我们可以根据控制单元 来产生出相对应的控制信号 给设计好的运算单元 在这里我只 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让同学了解 可以怎么产生这样子的控制 输出结果 根据在ad这里 所要进行的就是total 会等于total加number的动作 对应到我们的 运算单元 到底产生什么样的信号呢 在这里我们先假设 这个op所控制的这个多功器 选择0的话 是做加的动作 选择1的话是做减的动作 所以此时如果要完成这个total 会等于total加number 这样子的一个运算 第一个op一定要选择0 来控制它 让它决定是加的动作下来 再来这个reset是一个 外部的非同步的清除 所以这里我们就不用去管它 下面的这个clear 那当然咯 现在的total是不可以做清除的 因为我们要做累加 所以这里一定要把clear信号变成0 那load的这个信号就必须设定成1 确定它把加完的结果 会写入到这个total的暂存器里面 所以也就是我如果要完成这个total等于total加number 所要发出的控制信号 就会如这边所显示出来的结果了 另外再提一下 这里在sub所产生出来的disp的输出结果 好 虽然在这里是设定成1 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一个简略的表示法 disp这个输出呢 其实在前面的状态 其实都必须要去定义它 那我们没有定义它 那就是先假设它是以0的方式来呈现 好 所以这里再让同学看一下 各位同学 在这个小单元 我们利用一个简易自动贩卖机的 好 这个例子 让同学了解如何活用 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一种 系统设计的一个方法 从系统的规格定义 到资料控制流程图 以及从里头萃取出资料运算单元 再来是控制单元的方式 让同学了解 好 怎么样去把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呈现出来 那我们在之后的单元呢 就会继续的再把这个整个电路 好 透过Verilog的方式来呈现 并且能够把它 透过FPGA的板子来进行验证 谢谢大家